欢迎收看4月20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小慧 吉党南部万拉巴鲁勒劳移民局临时扣留营 今天凌晨发生了罕见的骚动和大逃亡事件 528名非法入境的罗辛亚难民 趁乱大规模集体逃跑 当中6人在逃跑过程中 不幸在越过危难一带的南北大道路段时 遭到轿车撞死 事件发生后警方缤纷多路 转开逮捕行动 但至下午为止还有超过百人还在逃亡 这起事件是今天凌晨4点30分发生 该扣留营共积压了664人 都是非法入境的罗辛亚难民 事发当时有27名官员在扣留营内执勤 营内曾经发生喧闹和小骚动 有执勤官员在场合喧闹者谈判 但不成功 真正的噪音还有待当局进一步的调查 吉达总警长万哈山不否认 由于临时扣留营的空间狭小 不排除或有一些扣留者存有不满的情绪 根据警方 大批罗辛亚难民砸破了扣留营的后门和围栏后 集体摸黑逃走 其中6人奔跑了8公里后 在越过威南一带的南北大道时不幸被车撞死 死者包括4名成人和2名孩童 轿车司机没有大碍但受到惊吓 根据勞劳居民透露 该批罗辛亚非法难民从扣留所逃跑后 起初是沿着大马路 集体逃到临近的双溪骨蛇一带 接着在慢慢分散多路逃跑 滨州警方事后出动17支队伍 大约80名警员投入搜捕行动 截至下午已经有357名难民被捕 还有171人在逃 据悉人生地不熟的大批难民只是一直往南部移动 但没有目的地 一些甚至可能已经逃往森林 警方呼吁 如果有民众发现可疑的罗辛亚人 可以通报警方展开逮捕行动 来看社会新闻 一名YouTuber在球场举办活动 所送出的一万令吉奖励吸引了大批民众疯抢 期间一名孕妇更在争夺中不小心被撞倒 惨遭多人踩塌受伤 这是故事昨天在万劳的Gardens Arena发生 踩塌过程被网友拍下 可以看到在球场入口打开后 数十名公众就一窝蜂涌入不足一公尺宽的门口 一名孕妇在过程中被群众推落的桌角砸中 污着肚子跌倒 后方几名男子怀疑是闪避不及 直接踩塌孕妇经过 一名相信是孕妇丈夫的绿衣男子 尝试阻止群众继续踩塌孕妇 更向群众标骂出口 今年1月在北赖一家夜店 遭到逮捕的民主行动党 霹雳州巴塑伯达马州议员天仁奈都 今早在代表律师兰卡巴辛的陪同下 在大山脚法庭被控使用毒品 他不认罪获准以4000令吉保外候选 案件将于5月17号过堂 无级安曼警方与吉打波州警方 速读刑事调查组在吉打河滨城 展开了两项突击行动 侦破258公斤 价值约774万令吉的毒品 瓦解两个贩毒集团 除了在行动中逮捕9名嫌犯 警方也充公了嫌犯的 7辆交通工具和4000令吉现款 总额423,073令吉 速读局总监拿督阿玉干说 贩毒集团是以3种颜色的 观音网茶叶包装毒品 来区分毒品种类 这些毒品是由泰国走私入境 吉兰丹边境割勒 再披入北马市场 因为多次通过银行申请信用卡被拒绝 年轻商人转而通过上网申请信用卡 结果莫名其妙变成 欠欲万令吉的高利贷 不但连累爷爷家被泼欺 还莫名背上了死老千的罪名 对方更扬言要放火烧屋 从事饮食业的吴先生 今天在民信党莲花院区周议员李维昌和雪龙投诉局主任蔡耀宗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只在今年3月在网上看到某银行的信用卡广告 就提出了申请 并在3月31号接到来电 当时他把所有的个人资料 包括著名只供申请信用卡的身份证副本 公司注册、报税单和银行账单给了对方 结果对方在4月3号过账600令吉到他的户头 感到奇怪的他因此向对方询问 因为据他所知道 申请信用卡并不需要贷款 吴先生说 在对方要求他再过账600令吉时 才知道是一个陷阱 已经告知对方会报警 结果对方还挑衅 报警没有用 更恐吓说会对付他的家人 由于吴先生身份证的地址是爷爷家 对方于4月14号半夜到爷爷家泼漆 导致70多岁的奶奶被吓到 对方更要他缴付累积了10天 超过1万令吉的贷款 甚至恐吓 如果不还钱就会烧屋子 饱受困扰的事主已经报警 一名大学职员两年前 从香港网购一批武器收藏 当中包括气枪 手榴弹 塑料炸药 电雷管 子弹和扒冷刀等等 原本不认罪的被告 今天改口认罪 被法官重探坐牢10年 在家鞭吃6下 两年前 警方在被告杀龙的住所 搜出了多样危险武器 他因为在军火法令以及腐蚀爆炸物及危险武器法令下面对 四项控状不过被告在扣留期间 因为戏剧感染和确诊新冠 健康每况愈下 案件也因此拖延了两年 案件今天审讯时 被告突然改口认罪 他的代表律师陈松源向法官求情时说 由于案件已经拖延两年 被告也已经认罪 加上健康欠佳 希望法官减刑 法官最终判决他四项控状的刑罚同时执行 需要坐牢十年在家边吃六下 从被捕日算起 政府此前允许公积金局会员 从户头提出一万令吉后 也说明会从4月18号起分阶段发放 无论如何 由于数目庞大 当局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分发 针对很多申请特别提款的民众询问 为何还没有拿到提款 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就在面子书发布视频解释 根据东姑扎夫鲁 公积金局至今共收到了530万份的申请 提款数额高达401亿令吉 一些人在确诊后即使已经痊愈 但有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如佛德这名女教师在感染关病后 后遗症就是患上了严重的气喘 即使需要长时间靠呼吸器 但避免耽误学生的学习进度 她还是不辞劳苦到学校教书 在带着氧气罩教书的视频 被上传到社交媒体疯传后 许多网民对她的敬业态度大为感动 希望和祝福她能够早日康复 这名女教师目前在柔州哥达丁迪的 一所中学任教 自称是女教师职额的鲁杜夫 日前上载了她带着氧气罩教学的视频 表示即使需要长时间带着氧气面罩 也无阻她教学的日程 虽然原本可以好好在家养病 但担心耽误学生准备考试 也不管自己有多辛苦 坚持到学校去上课 国内昨天新增6069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目前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了440万2234宗 昨天同时也通报12宗死亡病例 其中一宗是送院前死亡病例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新山今天指出 国内周二新增了五个都市涉及教育机构的新冠肺炎感染群 其中在马六甲州的一所学府 更是已经累计145名学生确诊 来看国际新闻 上海连续三天通报新冠肺炎本土死亡病例 中国卫健委周二表示 虽然任务艰巨 但还是坚持要科学精准 动态清零 不过中国的这一项动态清零抗疫总方针 引发了民怨四起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认为 动态清零不能长期维持 中国需要通过有序的安排重新开放 上海周三通报 七宗本土死亡病例 过去一天新增大约18900宗本地感染 86%都是无症状感染个案 当地的中外企业本周也已经逐步恢复生产 其中以汽车医疗和半导体类的企业居多 但严苛的防疫条规 令企业在人力和物流等方面都面对巨大的挑战 中国动态清零抗疫总方针导致民间怨声四起 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等专家发表文章指出 中国需要有序的重新开放 让社会和经济发展恢复正常 专家们为中国如何重新有秩序和有效的开放 提出了五点建议 包括加强全国疫苗接种率 达致群体免疫以及混打疫苗增加保护力 台湾周三新增2481宗确诊病例 其中包括2386宗本土病例 再次刷新高记录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指出 周三本土病例比周二增加了将近40% 增长速度算蛮快 预计疫情将会大规模地展开 美国疾控中心周二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没有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5岁到11岁儿童 在Omicron病毒株流行期间 住院率比已经接种疫苗的同年龄儿童高一倍 另外美国佛罗里达州一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周一 推翻了拜登政府推行了14个月的公共交通口罩令 不过美国行政部门就说 如果公共卫生官员认为在飞机上戴口罩 是遏制新冠肺炎传播的必要措施 那他们将会寻求驳回联邦法官 对公共交通口罩令的裁决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在被问及 飞机乘客是否应该戴口罩时却说 应该由人民自行决定 英国首相约翰逊因为违反严格新冠肺炎防疫规定 在2020年6月参加一场为他举办的生日派对 在上周遭到了警方开罚后 他周二针对此事向英国民众道歉 并表示他已经立即缴付罚款 下议院将在周四进行表决 决定是否针对约翰逊在违反防疫规定 一世上误导国会展开调查 换个焦点来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 候选人之一的李家超周二公布的 148人顾问团和主席团名单 南阔了政商界的重量级人士 包括近年趋于低调 已经没有参与选委会的长河资深顾问李嘉诚 横击创办人李兆基 亚洲唐王郭鹤年 新世界主席郑嘉纯 酒仓前主席吴光正等等 显示李嘉超获得广泛支持 接着来关心最新旧假 随着泰国重开边境 在疫情爆发后冷清了一段时间的旅游业 也慢慢有了复苏的趋势 不少旅游景点都开始看到游客的身影 新闻的最后跟着镜头来看看 泰国重新迎来外国游客的情况 我是小慧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